福宝到底是什么小熊精 被爱宝妈妈胖揍后跑去找爷爷告状 这天捣蛋的福珠珠又被妈妈揍了 他用小手跟宋爷爷比划着 仿佛在说妈妈的脾气有这么大 宋宝表示爱宝揍你肯定有原因 爷爷可管不了妈妈 不肯罢休的福宝又继续跟宋爷爷告状 小手还揪着自己的脸 嘴里叨叨着妈妈就是这样打的自己 见宋爷爷丝毫没有理会他的意思 小熊精福宝又去找江爷爷告状 只见他一头扎进爷爷怀里 妈妈这样打我可疼可疼了 而江爷爷能做的也只有不停安慰大孙女 毕竟他相信闺女爱宝懂得怎么教育孩子 这天江爷爷团了两个雪球 给福宝一个小一点的后 自己开心地拿着一个大雪球 不停往大孙女身上跑 把雪球霍霍一大半后才放在一边 福珠珠看到后连忙把大雪球揽在怀里 心想再不拿走就要被爷爷霍霍干净了 只见小熊精福宝把两个雪球紧紧抱在怀里 江爷爷伸手比划着示意大孙女给自己一个玩 话刚刚说完他就伸手准备去拿福宝一把按住爷爷的手 仿佛在说两个都是我的 不仅如此聪明的福宝还学会了护士 当江爷爷假装要抢他手里的竹笋时 小熊精福猪猪立马用手挡住 然后一手拿着笋笋加快速度干凡 另一边用毛茸茸的胳膊压着爷爷的手 看到对方抽出手揉自己的大脑袋 福宝立马主动紧紧握住江爷爷的手 似乎在表示 牵了我的手就不能再抢我的笋笋 而作为堂堂顶流女明星 福一贞的职业素养可是相当过关 当宋爷爷给大孙女做了一个竹子眼睛时 福宝会自己戴好 然后跟爷爷一起配合圣夕阿姨拍照 这天宋爷爷又给宝贝孙女做了个南瓜包 福宝看到后惊喜的眼睛都睁大了 只见他爱不释手对着包包一顿贴贴 最后还专门把南瓜包正对着镜头 用小脚脚举起骄傲的向游客展示 仿佛在说好看把爷爷送给我的 当宋爷爷爷想和大孙女一起拍照 但不小心挡住福宝的镜头时 女明星的镜头 并且聪明的福宝还能听得懂爷爷讲话 一次江宝当着大孙女面吐槽 他跑起来向主 听懂的福宝立马去霍霍爷爷最喜欢的手 可将爷爷越是阻止混世小魔王越起劲 那架势不把这几棵小树 豪突绝不把休 如此古灵精怪的福宝难怪能被这么多人喜欢